现时,社会服务界里面连同社工、专业和支援人员 总共若有7万名从业员 根据招聘网站City Good Jobs的估计 过去一年,社福界若有3万个招聘广告职位 部分职位,例如物理治疗师、护理员等 出现人手短缺,有长期招聘的需要 在社福界其实在这10年里面 这个界别所涉及到的民生福利的工作 是不断增加的 除了大家认识到的长者服务、福康服务之外 其实也很多是面对社会转变之下 很多一些新型服务的出现 包括一些离异家庭 一些双非、单非、小孩的服务 很多不同因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服务 其实如果服务做得好最重要是人 而在社会服务界找到合适的人 有心的人、有能力的人 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有见及此,社联和经济日报的City Good Jobs 合作推出了全港首国以社会服务为主的招聘网站 NGO好工 协助社福机构以简变及据成本效益的平台 来招揽人才 网站也会介绍投身社福界的感人故事 其中,从事社福界16年的旧世军护理员 吴绍平分享照顾长者 是一份有意义及使命感的工作 她跟我说了一番说话 她说,其实我当你一个亲人和女儿般看待 我听到婆婆跟我说这番说话 我当时很难用笔物或者言语来形容我的心情 但是无可奈何,婆婆也都在医院过世 但是她这份情意永远都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在她临终我们给她的照顾 是很有意义 直到现在我都在心里面 我们期望透过NGO好工网站 可以吸引更多幼稚者 投身社会服务界 NGO好工